近来两岸之间其实情势蛮紧张的 主要是对岸其实进行一个一串的军演 我们来看到的是国防部 在9月3号这一天发布了声明稿指出 台湾一直到了下午的5点钟 周边其实发现了5艘的解放军的舰艇 还有4架的解放军的飞机 同时还看到了共军的坚实战机 越过了海峡中线之后返回 当然国防部有特别强调 国军已经监测到这个情况 同时也做出了反应 当下有派遣空中巡逻兵力来做应对 也有广播驱离防控飞弹在追踪 不过我们来看到大家都知道 在明年度的国防预算 首度突破了4000亿元 总统蔡英文日前说 希望提供国军更为宽裕的支持 来强化军事整备工作 但是有一份最新民调 要问问大家的是 你认为国防预算首度突破4000亿元 对于保卫国家有帮助吗 结果发现有30.1%的民众认为 豪杂4000多亿对于保卫国家安全 是完全没有帮助的 好我们来看到 国防预算砸了这么多钱 但是其实呢 台湾面临到的是低薪困境 当然小老百姓还有劳工朋友 都在期待的是 我们整体说起来薪资结构 可以有所改善 劳动部日前召开基本工资的审议委员会 明年的基本工资确定调涨了 好基本工资呢 月薪的部分调升至26400块钱 时薪的部分呢 则是变成176元 这个部分呢 劳动部在报请行政院核定之后 明年的元旦就会正式生效 但是大家都知道 总统蔡英文曾经说的 基本工资是3万块钱 还有一大段的距离 因此呢有一份最新的民调就来问问 总统蔡英文喊话 年轻人的起薪至少3万块钱 你认为基本工资应该跟上吗 结果呢 有多达33.4%的民众认为 的确如此 基本工资呢 应该增加到3万块钱 这当中只有25%的民众 是不赞同基本工资 不用跟上3万块 引发热烈讨论 好但是呢 我们来看到现在外界一致认为 其实呢 重点是这个 主要是因为低薪和青年就业困难 才是最大的问题 这个薪水部分 应该要透过长期的规划 改革税制才能够解决啊 好因此呢 有立委也说了 他们支持年轻朋友 基本工资连续7年必须要调升 好主要就是因为呢 现在虽然基本工资 明年元月份开始要调涨到 2万6千4百块钱 不过跟蔡英文说的3万元 还有一大段差距 好另外一个部分是蔡政府的任期都已经进入倒数阶段了 但是最低工资法的草案 依旧卡在行政院 而且时间长达了3年多 刚刚告诉过您包含了低薪的困境 还有就是我国的国防预算问题 另外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美国的国务院一口气通过了3批对台湾的军售案 总额是超过11亿美元 这个部分相当于新台币337亿 军售的项目呢 其实包含了鱼叉二型飞弹 响尾蛇空对空飞弹等等 对此大陆驻美大使馆发言人 透过了推特表达不满 要求美方应该要撤回军售 不过白宫强调了批准军售案 单纯是为了因应台海的威胁加剧 还有台湾的防卫需求 美国政府周六宣布 国务院批准3批对台军售案 总额超过11亿美元 约等于台币337亿 如果国会表决通过 有望在一个月后正式生效 军售内容包含价值台币108亿的 60枚鱼叉二型反舰巡异飞弹 价值26亿的100枚响尾蛇飞弹 还有约201亿的监视雷达合约 美方表示军售案中响尾蛇飞弹 能帮助台湾精准射击空中目标 鱼叉飞弹则能对抗海上侵略 强化地空防御 对此总统府国防部和外交部 都回应感谢美方支持 外交部我们对此表达高度的欢迎 同时我们也感谢美国政府 他们持续依据台湾关系法 还有略向保证 来落实对台湾的安全承诺 这是拜登政府上任后 第六度宣布对台军售 也是今年的第五次 在台海军事急剧升温之际 格外引发关注 白宫强调军售案 单纯是为了因应台湾自我防卫需求 不过大陆人气的跳脚 高喊坚决反制 大陆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 透过推特表达北京不满 要求美方停止对台军售和军事往来 立即撤销相关军售案 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造成更大损害 昨天是九三军人节 猎雨的官兵依旧是情绪不屑 全天候的严密监控海空域的动态 对于近来 大陆的无人机频繁的进入金门 禁限至水域的上空 企图要破坏区域和平稳定 陆军日前已经紧急调拨 一批无人机干扰枪送到了前线 金防部说 官兵将会依监控 回报驱离 还有防卫射击等等的程序来应处 除了用干扰枪信号干扰 以及控制对岸无人机之外 也会用7.62mm口径以下的武器 防卫射击 还有信号弹示警等等的手段 强力反制中共认知作战 侵扰 维护国土的整体安全 联电的创办人曹新成 宣布恢复中华民国国籍 同时捐出了10亿元 表示说要培养300万名的黑熊勇士 30万名的民间神社守着两项计划 好对于这个部分 时事评论谢寒冰痛批了 这根本就是诈骗集团的套路 今天我很兴奋 因为我恢复了中华民国台湾国籍 放弃了新加坡国籍 联电创办人曹新成 日前身穿防卖背心 戴上头盔 高调售出中华民国身份证 但放弃新加坡国籍程序繁琐 曹新成口说无凭 还是真有具体证据来验证 他就算真的放弃 他随时也可以恢复 他随时也可以拥有另外一个国家的国籍 所以这个对他来讲 根本就是不值一提的事情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炒作而已 曹新成回归中华民国国籍 强调他要与台湾共存亡的决心 不过二号他上节目却这样讲 指出很多外媒采访他 强调要让全世界知道 台湾不避美国派兵 不过有台节目口白却是上台湾 不避免派兵 而被问到如果台海开战要持援 可能要一段时间 曹新成竟说你们要担心赶不上 因为可能你的热闹没看到 还说人家凭什么给你们流血 难不成曹董也吃了诚实豆沙包 曹董确实是讲出了大实话 美国本来就不会派兵 各国本来就只是在旁边看戏 结果呢 他的讲法却是阿Q精神嘛 曹新成这番话是不是打脸了 蔡英文跟塔律班呢 难道在曹新成曹董的眼中 发生战争 死了人命 然后呢遍地烽火 这叫做热闹吗 曹新成抗中保台的决心 是真是假 让人物理看花 8月15号先宣布要捐30亿元 加强国防 9月1号又说要资助10亿元 推出两项计划 其中6亿训练费分给300万名 黑熊勇士 平均每人的训练费只有200元 4亿元神射手的训练费 每人只分到1333元 不过台湾严格管制 私人游泳枪械 训练计划恐怕只是纸上谈兵 就算他钱真的拿出来 他所提出的方案 显然是根本不可能执行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 曹新成就是一个笑话而已 我觉得他要搞的 不是现代版的义和团 我觉得他搞的东西 比较像诈骗集团 到底会不会成为 谢寒冰口中的诈骗集团套路 曹新成的计划 恐怕别为了个人的利益纠葛 把台湾变成战场 台北综合报道 来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呢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 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哦